指挥官陈时中遭传在三级警戒期间 违反防疫规定群聚唱歌 周四他现身严正驳斥 表示事件日期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是刚解封的时期 希望日期错置的情况不要再发生 这样的一个日期的错置 我希望不要再发生了 就是有外界质疑说 从王毕胜执警长遭到爆料 到您的影片流出 可能是政治斗争的操作 您怎么看 对于微服部评遭爆料 陈时中也说 事件的时间序 加上最近发生的事 看起来蛮诡异的 但没有证据指控是谁做的 而脸书粉丝专页奶茶同盟 查询影片记录 指出影片源头来自中国微博账号 孤烟沐缠 也有网友说是微博账号 台湾傻事先贴出的影片 而随后再查出 郭烟沐缠在今年7月 成为广东网络文明宣传大使 让外界不禁质疑幕后黑手 又是中共任之战 刻意用去年6月影片误传为今年不讨群聚时期混淆试听 立委蔡易渔在脸书表示 这个以假乱针 以花接木的假讯息 根本是中共官方的农场文 不可不慎 相关的新闻如果再有 我们已经澄清了 而且也可以讲了 如果再转船 如果再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要来做各种的措置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让我们的法制组来处理 新团亚太电视胡宗翰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导